今年的双11形势一片大好 各大网购平台 各大直播平台的销量也都破了记录 这种销量爆单的破记录的大好状况 这种大好形势也是多少年不遇的 各大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也都忙得不得了 尤其是今年双11 我本来打算带着一帮的兄弟们去干快递去了 结果今天一看快递仓库这边形势太好了 快递仓库现在都是忙不过来 忙的都不用招人干了 由于今年的电商行业大卖 今年的快递行业也是火爆的不得了 就快递仓库现在堆的都成山了 快递在流水线上密密麻麻的捡都捡不过来 因为过段时间马上要交房子和水电费了 我打算过来干几天日节来稳一稳的 结果过来一看这里边太火爆了 生意太好了 所以说现在他们不招人 因为现在行情太好的缘故 很多快递仓库也都是8小时的日节 8个小时一天就100来块 我一看一天180的工资太高了 吃完剩完加上路费啊跑肚费 想想还是算了回家躺平吧 抖音